大家好,我是Chinix, 为大家带来Dark Souls 2黑暗之魂2DLC的开放视频 上一期我也是不小心死在了这片茫茫的血缘上 我发现我之前等于是4点时间又重新的走一遍 当时我上一期也是密斯的一个密西召唤这边的温哥之手 应该就是在我们旁边的 就在召唤这两个密西旁边的位置 当时我不太清楚是因为我由于太着急了 还是说是一个什么别的原因 总之我之前4点时间玩的时候 我是发现这个密西 另外呢可能是由于是有了经验吧 感觉上这次并不是很难 基本上我的战术就是非常保守 这边挂暴风雪我就不动 直接在这顶着盾 你要是来怪的话我就打 不来怪的话呢我就更乐意 然后没有暴风雪了就直接是马上跑 能跑多人跑多远 一旦有暴风雪马上再停下 基本上呢是不会有 就是 什么声音 基本上是不会有特别 就是 不会特别 就是怪啊 不会说是四面八方来很多啊 顶多我之前是基本都是来一只 然后有时候呢会来两只 我不太清楚 我猜可能是因为 来一只的时候我在作战 可能作战的时候由于走位 可能是引到另外一只 但一般情况下就是按照这么一种打法 就是直接是有暴风雪原地不动的话 还是非常安全的 就看现在就是没有什么怪了 总之是 这算是血的教训吗 总之之前死了一次啊 死了一次之后等于是知道了 应该是该怎么打 像这边 一个生枝戒指 不在青枝做什么用的 我们暂时先 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吗 接下来落下攻击很有用 我觉得不要逗好不好 然后那边来只怪啊 可能另外是由于有三个NBC啊 三个NBC啊 我天 又来一只 弯了 之前都死在这个地方了 是因为这个地方一定会来死 来很多怪吗 现在最重要的是消灭意志 消灭意志的话 就好办不少了 那我们的NBC不要掉下去啊 这个盾啊 雷抗也不是很好 很危险啊 现在又来一只 这个地方是会无限刷怪吗 之前就死在这个地方了啊 我平常来的时候 没有这么这么严重的刷怪问题啊 突然来这么多怪 刚才是打的比较血片 因为我是怕刷出更多的怪了 我不太清楚了 可能是因为这边我没有来过嘛 总之刚才也是确实很危险 平常的话 等是下风雪 直接顶着盾在那等着 应该还算是比较安全的 刚才是没有想到 神奇的刷 又刷刷刷就三只怪了 像这个地方应该是 是这么走吧 这样还能回了吗 我猜可能是能回来啊 我们的温哥之手 刚才又是中招表多 一只万岁 另外呢 我由于是 怕死了 我们直接戴上一个灵魂屁股戒指 我成功了 这个地方希望不要前有头目 希望不要再出一个麒麟啊 出了的话这么小路估计很有可能被拱下去 可以看也是有些血迹 双人组 什么声音 哇 好像是 可以听那些 我们写的双人组估计是一个 等于是双boss啊 这样 我们看一下目前经验值由于是比较多 我估计还是带上 还是带着灵魂屁股戒指吧 但这个戒指呢 我们再带一个 再带一个尸子双人 弓可能暂时用不到 然后附魔的话还是来一个火箭附魔 这个光粉呢 把我修一下 这样听的这个声音啊 我猜很有可能是跟之前是有些麒麟 这边听着像老虎叫 是双人组 是双人组 像温哥之手应该是 但是 估计再跳两三下 他的血应该是能回满了 攻击一会儿火焰锤又是不多了 其他攻击的火弹可能 估计先打火焰锤吧 假如说有远程攻击的机会的话 可能是打火焰锤 由于是第一次打这个boss 所以说我是不太清楚 该怎么办 直接准备上了 还是先附魔 蝗虫 哇 两只雪豹 天哪 太棒了 像我集中集中攻击一体 另外一只呢 我应该换大锤啊 之前打这个boss 我感觉大锤非常有效 好像第二只也来了 没有耐力了 刚才想翻滚的 这个boss不太适合用长枪戳啊 经常是戳不到 我应该说话 说话尽力分散了 长枪经常是戳不到 戳不到东西 这样一只怪 我知道快死了 应该是集中攻击一只 但是由于是另外一只 刚才是发追踪法术 我发现发追踪法术的时候 这个boss就是 除了他一招横扫 除了一招横扫 攻击会还要打死一只 这样第二只 我希望不要狂暴之类的 这边的武器也是快没有耐久了 赶紧换一下 你看他的攻击那边放一个 不好意思啊 我一说话就中招 他的攻击等于是好像有点类似于是追踪追踪灵魂剑什么的 那些那些攻击呢 就是你直接躲到他的屁股后面 他基本上是打不到的 好像我发现这个boss整个 所有知心应用士连击打过几次 我发现他的好些攻击啊 除了这招横扫会 会中 会中以外 其他的其他攻击 躲到他的屁股后面都是比较安全的 基本上我们打的时候就是不要 这招直接是往前滚 不要不要着急 就是在屁股后面直接是 哎打一下 然后看他要准备攻击了 直接是赶紧翻滚走 像这样 刚才我指的是 刚才那个翻滚应该是 另外 我怎么发现这个暴躺是比较 要筋打 再说话 这攻击有点高啊 可能是越 可能是越到越到后 他可能是越越狂暴吧 因为暴躺在加血啊 我才发现 25的伤害 这个有点太低了吧 哇 这个有点有点新奇啊 是没有 哎 脖子 怎么打到 NPC好像是收了人头 好像三个人都活下来了 比较意外 王宠一个 好奇怪的名字啊 我就不读他的名字了 两只雪豹 好像之前还打了一个王宠什么 看下 看下他的灵魂 好像他的灵魂还在 饿吧 扎连 拉 泽 不对吧 不太认识那个字啊 不太认识那个字啊 白王座下的七匹兽 好像是这个白王喜欢养宠物 但是都养的是雪豹吗 一只白白豹子 两只黑豹子 一共有七个宠物 然后养了这么多的 养了这么多豹子 有一次之前遇见过一次 所以说感觉上 应该是有些有NPC的帮忙 所以说并不是很难打 最后一个 等于是我猜可能就是两只豹子 我不太清楚先杀一只 等于是先杀哪只的话 另外一只 会不会是根据先后杀死的顺序 会不会获得不同的boss 有点像一代中的 忘了叫什么 就是那两个boss叫什么 一个胖的一个兽子 有点像二代中的叫 Old Dragon Slayer 他们那个boss 等于是我猜可能会 至少刚才我等于是先杀死的 第一个boss 第二个boss他就获得了好像攻击上升 然后会我们回血 防律也在大幅上升的一个buff效果 我不太清楚 那个效果是随着他写的百分比下降而增强的 还是说随着时间的增强而增强 我是不太清楚 或者说就是一旦第一个boss死了 第二个boss就会获得这么一个效果 我刚才在干什么呢 感觉上由于是打过一次了 所以说并不是非常的难 假如我第一次打这个boss的话 要是按照刚才那种情况 估计我是已经直接跪掉了 这样我这边就随便看看运气 看看会不会有人召唤我 由于我等级是太高了 现在基本上是 除非是一些比较热门的区域吧 可能会受到召唤 一般情况下估计就这就这位了 我们就是随便前面放个照标记 刚才那boss我也说了 就是我起码我给我的打法就是 你直接拿着双手武器 在他屁股后面砍一刀 然后看他boss攻击 他要是没有出没有出回弦攻击的话 你接着砍 要出回弦攻击你直接滚一下 就能滚来 基本上就是我之前联系的时候 我的打法刚才单机打的时候 可能是由于我在说话 然后再加上NBC们 给我感觉好像是NBC的 因为游戏NBC不怕打 经常是怪出攻击就直接中招了 练进的时候可能是看见另外一个队友 等于是boss打他 他会滚呀什么的 可能会更好配合一些吧 这样无所谓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光 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这又是一个 这不会又是一个记忆什么的吧 好像不是啊 可能是又传送回来了 这样我觉得这几个去应该是都已经打完了 按照之前的这么一个节奏 好像是每个DLC都有三个boss吧 但最后一个DLC呢 虽然说目前从它的关卡设计来讲 我是觉得是最最满意的吧 第一个DLC我是觉得关卡是 虽然说它的地形是比较不错 从一开始的位置就可以看见很多 等于是像这个神秒是可以看见我们以后要去的位置 也是非常的突出这个这么一个特点 当然这个第三个DLC跟第二个DLC也是可以看见 但是感觉上没有第一个那么突出 但是第一个我感觉第一个设计实在是太恶劲了 包括敌人的一些设计啊 我是感觉上最可能是评价 虽然说是最低啊 但这个不是不代表负评的意思啊 第二个DLC呢我感觉上 敌人的水平算是比较平均嘛 有些地方非常难 但是其他的东西应该还算是比较容易的 BOSS感觉上是比较难 第三个DLC呢我感觉上它的安排算是比较不错 但是可以让我们是通过获得一个钥匙 然后解冻的 可以再重新探索一遍 探索一下一些新的区域 我觉得这个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唯一目前不满意的地方就是BOSS战 目前是打了两个BOSS战 结果是一共三个BOSS全是BOSS 有点太意外了 这样我是随便提一提 这期尤其是时间比较短 我们呢我估计应该现在还差一个 我猜那应该是最终BOSS的一个物门啊 我们还没有去应该是这里 我们先不去 因为现在是获得了一些灵魂吧 你先看一下吧 三个BOSS不太清楚 他们的灵魂尤其是名字不一样 应该是应该是给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 正好呢我们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不是尝试一下 是去画一下 看它究竟会给什么 这边我是随便习惯性安两个飘火球 因为有时候那边会有些蜘蛛过来 两个的话基本上能清掉不少 有东西要修吗 好像没有啊 让直接是看一下吧 目前是看见了好像可以换三个啊 可以换一个罗耶斯之盾 带法术攻击 招架打击 周围的身上可以缓慢恢复HP 我觉得也不错 可以放到物品栏中 到时候去做一个回复效果 一把大剑敏捷C 然后力量E 这个加成有点糟糕啊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把直剑 但是比较有意思 它的攻击是一个打击模式啊 没有加成 没有加成 需要40的凝结 我估计这个可以直接给它 就是生成 生了一个 在清爽之前那个叫什么 我那个锤子生成了 原来英文版叫肉前锤 就是好像一个粗糙的前锤吧 生的 就是粗质的 粗质的前锤 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加成给变煤 这三大武器还可以吧 除了这个直剑我是比较看好啊 这把剑是不太清楚 到时候看一下它的moonset 这个盾呢 我估计可能会留着 到时候去作为恢复HP之类的 这样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直剑吧 它写的是突刺工匠 估计跟我们的 我们这把剑应该是差不多 这个突刺应该是翻滚后的突刺 应该是这么一个效果 双手应该会有抽出效果吗 好像是双手可以这么刺啊 这样攻击速度不慢 可能比较适合PVP吧 也是攻击 现在这把剑的攻击好像是 现在是几把剑的人是给融合起来了 这样其他的武器的模式 我们暂时不看了 直接先回程 因为这个地点呢 我之前好像也是遇见过 之前不只是之前在我开荒的时候 好像是经常有人喜欢在这边来PVP之类的 我为了防止这PVP先回程了 但这把剑我估计我就不用了 这把白芝芝剑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 谈一下它们inside 先看单手模式吧 哇不会吧 这是光剑吗 好像是一把小刀啊 但是每次挥舞的话都会减很多的耐力 这是轻攻击 重攻击呢 挥舞范围很广 双手 双手轻攻击 双手的重攻击 比较有意思 跳跃攻击 没有跳出来 又没有跳出来 好像差不多 好像差不多啊 单手的后撤攻击呢 双手 跑动中的轻攻击 跑动中的重攻击 好像没有啊 像这把剑 现在是135的耐力 现在130 好像打一下就 打一下扣5点 这个有点 有点 劲不住 而且我现在是呆的一个风光劲加尔 应该是减慢消耗速度 50%吧 现在要不然的话 应该就一下扣10点 一下是扣10点 挥舞下扣10点 这个可能有点受不了 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 我们就算带着风光剑的 也是打扣5下 这个剑就直接烂掉了 有点太奢侈了吧 之前是比较看好 攻击力很高 然后是一个打击的剑 结果这个特殊效果 有点让我意外 最后看一下这个盾 是一把 这应该不是小盾吧 应该是一把普通盾 但是抵抗比较糟糕 它的招架动作 好像也是一个普通招架动作 我不太清楚它的回血效果有多么明显 可能也就是一秒钟回几点吧 我们现在有几千里写啊 不过我估计我还是会把它放到物品儿子里 等于是做一个备用 可能有时候需要一些 没事闲的被动回消血的话 可能是装面让它 有点类似于是我们这个盾 因为毕竟有时候像我拿大锤的话 直接是双手拿 然后等于是我会把这个盾背在背上 可以是获得它的一个精力回复的效果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况 这样还是换回我们的主武器吧 这个剑呢 由于是太消耗耐力了 我估计我就不用了 但是要是说没有那么消耗耐力的话 一把打击型的直剑 我还是非常看好的 212的攻击 等于是升满后应该是 这是用好像用龙骨画10升啊 这个好像都 这个用这个小盾用光光星石是吗 他的大剑好像也用光光星石 除了这把直剑是有龙骨画10 其他的武器还算是还算是可以的 一个法汉的一个臂甲 这个这个甲是我之前在 好像是有我之前有打过吗 这个之前是我在 本身在这个雪原的地方 本身不太清楚是怎么打到的 是打那个人形怪他们钓的 还是说是好像有啊 这边有一个 可能是打人形怪钓的 还是说是打那些冰淇淋钓的 我是不太清楚 其他的新的物品应该是没了 这样我们看一下 这个剑我估计就不用了 因为它太消耗耐力了 有点不太现实 这个大剑你就不用了 盾我估计是留起来 这两把大锤呢 一个大锤自己用 另外一个大锤是留着打 连击的时候打boss战用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样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然后升下级 看一下能升 好像是只能升一级啊 这样接着升力量吧 现在是力量加到45 应该是可以用可以用哈的大盾了 其他的东西呢 这个戒指可以换回来了 那我觉得基本上是差不多吧 现在我们看一下时间 这边应该是还可以稍微有一点时间啊 我不太清楚的是 我现在主要是不太清楚还有没有miss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应该是没了 我们直接是尝试一下最后的boss战吧 毕竟是从来没有打过 一个dlc是三个boss 目前是打了两个 应该是最后还差这么一个 没有错 你看这边也是很多的召唤标记 都是些玩家 我不太清楚能不能召唤到npc们 可能他们的召唤标记 会在更远处的位置 在这边 无所谓了 之前我也是为了做他的任务线 等于是花了很久 做完之后他给他的一个套装给我 我之前是没有注意到 好像是我们在剧情情况下 他会把他的面具摘下来 然后我发现好像召唤出来的时候 他还是带着这个面具 他头部的房具上是带着一个面具的 这边呢 身的泄衣 好像带着个钟 钟的头盔 这边聊一下天会出来了吗 几个梦子的父上带着了 有个细节奏 但没有一者就回到了 他人送了 这句话我猜可能是已经有提过 不过我是不确定 等于是再随便找一个情绪朋友或者失败 等于是再重新看一下 我不太清楚是只有两个MC 而且这个深的解一是第一次预见 Lukatio倒是知道 只看那两个MC 我在期待更多的MC 这应该是一名玩家 这样还有更多的骑士吗 最远处那边还有一个椅子 不太清楚那个椅子是不是还会有 还会能再召唤出更多骑士来 好像还有一个骑士吗 好像不是啊 好像一共是四个椅子 四名骑士已经是集齐了 不太清楚这些骑士会 所以也就说我们一共六个召唤NBC帮着帮着我们打是吧 我不管了 直接直接试一下吧 毕竟是最终爆炸 哇这个天哪 应该不会摔死吧 远古混沌 还好没有摔死啊 还好也没有掉血 像这个 哎这是真的是一棵树啊 有点是有点像混沌 哎 哇这是这是什么大混战吗 为什么只打我 找远程去了 好奇怪我想背刺 为什么刺不了 我觉得 有点血啊 应该 我希望NBC们能更卖力一些 哎这是什么情况 哇天哪 关键喝两瓶 哇这有点有点太混乱了吧 我之前发 哎呀掉了个东西 什么先不作为了 好像非常混乱 而且我们的鲁克帖友真的是 非常精打 发现这些敌人很精打 而且 我之前用枪戳 应该是没有 能被刺吗 还是被打到了 还是被打到了 还是没法被刺啊 这是这是谁的攻击 我猜可能是没法被刺啊 我不太清楚了 因为毕竟我被刺的水平也是非常糟糕 哎 哇 被友军 不是友军啊 是被AOE伤害带到了 那这些 那些是什么传送门吗 它是 好像是动起来了 我是不太清楚是怎么动的 我们的骑士好像也是 就是 只剩了两个吧 什么情况 哇 我手柄玩命的阵啊 我这个阵的有点太 这是要焦灼的白王 说之前说好像是什么 我们的白王去去风云混沌 还是什么 就是他被 说被被腐蚀了 哇 不会吧 天哪 一下破防了 然后没有耐力 狠狠的被练死啊 不要 ABC不要挡道啊 我知道吃了喝的有点多啊 但是由于是二代中的元素品不能 为什么这么这么费血 我刚才的鲁鲁鱼 他怎么一下费了那么多的血 有点太混乱了 为什么只费了三二七的血 这是什么情况 完了 哇 这个有点 我觉得要换大剑了 大剑虽然是比较 还没有什么攻击力 但是他最安全 这个王的攻击有点有点变态 哎 我们boss好像是NBC啊 这个蟹蟹会 好在射箭啊 刚才的背上好像插着一根箭 哎这 好吧 有点 我觉得这个攻击有点太夸张了 因为我们的骑士啊 骑士也是快 还剩一个 他的攻击究竟有时候会 攻击有时候会 由于是这个剑面太长 我可以说 剑面太长 由于是有时候会 好像自己的蜂膜没了 有时候会把我们带到啊 只不太清楚哪些公斤会带到哪些公斤不会带到 毕竟是第一次打 你要是一直输6公斤 我感觉还算是比较好躲的 但是我们的骑士不要挂 骑士是比较危险 好像又来附魔了 不好 赶紧赶紧攻击 趁紧攻击一下 你去哪儿 找远程去了 好 骑士挂掉了 没有精力了 不要上了 好 这包子攻击的感觉还是非常高的 可以看他打NPC也是一下飞得很 这个有 我有点不爽啊 先把我带到了 出性质了吗 没有打到 好像是没有打到啊 好像攻击的目标一直集中在NPC下 这样也是比较比较危险 希望希望他能再撑一会儿 虽然王的血也是不多了 不好 这样我很有可能挂 因为一会儿攻击会一直集中在我的身上 这个攻击我很讨厌啊 有点像 就像一代中Torius的一个攻击 这样我估计我要集中精力了 我就不说话了 好了我们可能死了 死了 死了 这样刚才我也是只能怪我手残吧 是没有不太清楚啊 Boss有一招会把我们是抓拿起了一个攻击 这个Boss 我的 它好像是法术伤害 我感觉我们这把盾法术伤害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要是更加的 怎么说更加的 危险一点 直接是尝试招架 有些Boss真的是招架会好打不着 像我们游戏的第二个Pursuer那个Boss 你直接 它远程冲锋过来 直接拿小盾 就是 它冲到你跟前 直接一个招架会 直接给它打出一个很常硬质 反正是有些Boss 我觉得 当然这游戏是第一次打 我是不太清楚 只能 刚才死了也只能怪我手残吧 我说攻击力是不够啊 应该是在我们NPC都死光之前 也是把Boss消灭掉 毕竟是第一次打 这个也是 没有办法 刚才我是 但是加写物品可能用的也是不太好 应该是把我们古老回去时代上了 由于是时间问题 我估计就先不去 就先不去继续开荒了吧 还是说 我不太清楚 主要是怕 主要是怕一下打的太久 因为我们看一下吧 我估计我直接还这么录下去 不好意思 我直接还是这么录下去 假如说 要是说 打的太久的话 直接是解开分成两清 要是说 直接过了的话 我们就直接 这样放到一起翻上来 毕竟主要是我这边 录太久的话 我也会不太好 等后期包括上船 都是不太方便 谢谢 谢谢 谢谢